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acebook Engineer 他是帮忙那个backend的部分 啊 ok 然后我的话就是主要就是全部我就是 反正就是有几手这个没有接到的球就变你接这样 对对对对就全部就是对 不好意思你们聊到哪里了 哦我们才刚开始聊 ok ok ok所以我现在应该要分享uswatch.tw吗 是这个网站吗 我我我我我我可以分享我的那个我现在我现在做的东西 可以啊 对对对对我去一下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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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边这边的东西呃我们最近在migrate后面的backend的database 所以这个是dev site准备会入到pro site 这是我们的英文网站对不对 英文网站的部分 exactly 然后这个中中文的部分现在做到这个样子 这边是jerry后来改版的就他自己嗯就现在大概风格会是这个样子 对我我有看到我我就是我们开始视讯前我看到的 我是不知道切换到英文了但是中文我有看到 ok我们嗯我现在对我们现在是就是分两个网站 那这边就是主要是英文为主 然后现在16届最新的法案也都上去了 嗯哼 就是你看现在最新哦呃 1月23对这都是最新的 所以你到bills去这边现在都还是那个现在这边都是我这个已经 这这这个现在是dev site然后我明天可能把它roll out到pro site 嗯哼 所以你看现在这边都是最新的法案了这边都是已经up to date 然后因为我们会做那个daily的crone job 所以每一天都会那个update所有的那个status 嗯哼 ok有我我大概都看完了那个 哦然后你们只有https啊从http不会重新导向 所以如果有人直接打我就是连不到 对 一定要连https打 这个这个不会重新导向 这个不会重新导向这个是这这一个是dev site但是 开发用的 但我说即使你们正式站 我如果手动打uswatch.tw的话其实是连不到 我一定要连https打 ok那个那个 完全只是小抱怨请不要理我 这很重要这很重要这很重要我会修那个我会修那个我会修 对但是这个现在这个httaiwan.org这个是会重新导向的 我知道好对 ok ok 那我们来看网站吧 好然后就是现在最主要是卡在就是说 嗯 ok 两个东西一个是一个是search 我们即将会做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必有只能就是by congress 然后member也只能也是current就是现在的current congress 然后state就是只能filter by state 然后还没有一个很方便的search的功能 然后现在就是说两个东西一个我们马上要做可能是search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今天比较想要请教你的重点就是说 怎么样就是让community能够一起collaborate 比如说像这个东西像我们的bill这上面 这个是e16G还没有tags 如果是e15的话你可以看到譬如说我们会给他tag 那我们可能会希望说user能够进来譬如说他可以帮忙 第一个就是能够帮忙tag 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像这个tag 现在我们都是请那个你可能也知道我们都是请billanteer看 然后把它放在airtable上面 然后每天会做single 一个共用后端嘛 对 然后对所以我们是希望渐渐能够走向就是社群的部分 就是说能够让他们login进来 然后第一个是做tagging 那更重要的一点是我跟之前我跟Jerry在讨论就是说我们有大量translation的工作 然后我怎么就是说怎么样involve就是这些user或是community能够帮忙我们 那我们现在我们自己有一个betaplan 但是能够先来听听你的意见 就是我们betaplan是说我们就先不管先用google translate去转第一次 然后转第一次可能很丑可能很难读 然后再让user去去去去去engage 可是我们没有经验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user比较好的比如说UX 或是说需不需要一个reviewflow 或是说还是他们直接commit就update了还是怎么样 就是对 对还有一些平台跟工具的部分会不会 是不是HackMD是好的tool 或是说我们就是直接自己我们自己coding 这就是inline的就是inline translation 我现在看到这边可能一个button按下去 我们就帮忙translate这个title 对怎么样的design 怎么样的flow 或是怎么样的tool 因为我们其实有看过国家宝藏他的做法 国家宝藏他的做法 其实我们也有稍微玩过一下就是 他就是完全就是一个text area 然后你就直接 你就随便打扫过去 对他们就直接卡你 对然后我们有想过就是说 是不是因为hackMD的话 不知 因为hackMD我现在不知道他们的API到底做好了没有 但就是别人是你还要去开一份文件 对不对那你就没有办法自动化 那可能而且hackMD的一个缺点是说 我觉得他的UI是不错 但是他没有办法mapping 就比如说一个法案 我们有可能有title 标题要翻译 然后这个是他的他的summary 然后这是他的全文 就是说你要怎么去mapping到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他好像有一个栏位的感觉 就是一个法案 他有多个栏位 然后这个栏位是title 这个栏位是summary 这个栏位是真正的全文 那你翻译完这一段之后 我要怎么样自动update到网站上面的相对应的部分 譬如说我现在的翻译的是title 那我翻译完之后 那网站相对应的那个title的地方也要update 可是因为hackMD它就是一个大的一个空白的文件而已 对 所以我们有太确定要知道怎么做 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有想说 但是那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做法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自己在前端做一个UI 然后就让user就是可以inline翻译 就是说他点了 他就是可以点任何一个句子 或是应该是以段落为单位 点了一个段落之后呢 我们就可能有一个popover在旁边或什么 他就可以直接翻译 然后就送出去这样子 那的做法是因为现在 比较近期的法案 他们都有提供XML的格式 XML的话就已经都已经有那些 都已经帮你tag好了 都是都有那些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在前端搞一些inline的东西的话 其实比如说我就做到这个ptag 对不对 你点一下我就是针对这个ptag 我就给你一个翻译的界面或什么的 那个可能就会比较好做 可是缺点就是说 早期的法案都没有那些东西 早期的法案就是除PDF 所以你要做那些东西就会比较困难 嗯 好 这是几个简单的想法 OK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了 那个你们现在的后端是Airtable 对不对 所以这个网站事实上是 我每次low的时候他会去Airtable抓资料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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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我们的data source 有部分是从Airtable来 对 然后我们的后端是有database 我们是有mongodb 然后 那个每一天会run一次chromejob做daily sync 嗯 那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从Airtable把最新的东西抓进mongodb 也就是说 你新增一个法案 或是说你对法案做一些tagging 这些人为的 就是我们人去做的事情 就是自工作的东西 对 Airtable sync进来 然后第二个sync job是 好你现在法案sync进来了 我们去congrets.gov抓 比如说tracker啊 比如说detailed information啊 比如说一些update information 嗯 OK 然后从前端的角度 你们有一个graphql的end point 对不对 那个是middle tier 对 我们其实三层 OK 所以 你们现在在graphql那边 并没有要动嘛 你们现在要问的只是说 如果我们要使用者也能够来共同编辑的话 那他应该是写入你的来源那一层嘛 不是直接动你的 就是说你的graphql不会有多一个 可能旁边的table叫做使用者留言或什么之类的 没有 没有要这样做嘛 对不对 OK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比较像维基百客啊 就是比较像wiki data 嗯 它比较不像 比较不像是我们一般的留言板或者是 大家讨论 你并没有这个变成一个讨论的对象 对 对 其实蛮像wiki的 OK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media wiki 嗯 它就是wiki啊 你说整个法案的内容的呈现我们就直接用做成一个wiki 就是它的编辑界面嘛 因为我之前在media wiki的那个visual editor team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维基百科的编辑器做成可见 就是所见即所得的编辑界面 所以我会觉得 因为当然本来维基百科的语法是比hackmd还要难编辑的 因为它比较古老嘛 这个我们也不用会演 但是visual editor的目的就是说 希望把它结构性的部分 可以它完全不需要维基百科的语法 也可以编辑 那目前这个已经稳定了嘛 维基百科本身都已经上稿了 对 所以我有一个提议是说 如果你并没有真正意义上 把它变成一个类似讨论传留言板 或者是发散式的东西 你全部都要收敛回同样的资料的话 那甚至可以寄生在 好比像说wiki data上 或者自己加一个media wiki 这都是很容易的 这样的好处是说 它本来就有分段编辑的功能 维基百科你本来每一段就可以分别编辑 然后你本来 它本来也有所谓info box 就是结构化资料的部分 它本来就有结构化非结构化的两个部分 对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的开发成本是比较低的 因为维基百科的API非常 robust 然后你也不用特别 就是你用的功能 几乎一定是维基百科社群的一个自己 你不需要再去扩充它了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但是这个跟就是说 号召社群把这个变成一个讨论的对象 这是两回事 讨论的对象是说 它要很容易的在社交媒体上面分享 或者是说它要很容易搜寻的到 你可能要做一些SEO 让别人在找这些关键字的时候 能够很容易找到 那这一部分是完全另外一部分 那那个就比较像投票指南 投票指南你们应该都看过 有 那投票指南它的界面 就不是去改它的基础资料 而是它去做法案的总整 就是说这个议员他曾经支持过几个法案 但是因为那些法案的名称都很长 或者它的主文都很长 所以投票指南最主要使用者能够参与的部分 就是帮法案下一个短标题 或者把它的主张下一个短标题 那我不知道你们这部分有没有想要开放给使用者做 因为我们还是得找一些大家一分钟之内 或五分钟之内做得了的事情 我之前有想过 我之前看投票指南的时候 它是譬如说它有可以开放让使用者来tagging 然后它又是让使用者来评 就是说这个法案就是什么样的法案 就是有点像是使用者 Apple download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有想说 其实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现有的 譬如说像summary 可是我有点想要把summary移掉 那个香菇我们那时候有讲过 就是把它叫做insight 所谓的insight就是说 因为不是说我们这边列出来的每个法案 譬如说像这个relationship 这个就很台湾相关的 可是有一些跟台湾相关的法案 它其实是一个大法案 然后台湾只是其中里面的一个section 提到台湾而已 那通常 因为我们现在summary 是直接从congress.gov抓的 然后在通常那种情况之下 它不会提到台湾的段落 你抓到那个summary 对summary里面完全不会 其实不太有用 对 其实不太有用 不如我们有一个session叫insight 然后insight就是说 直接给你精华 这个法案你需要知道什么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使用者可以来贡献 所以像刚刚 我觉得这个真的比较好 就是因为目前你们text这一部分 它比较专业 我如果是一个一般的使用者 我不那么确定我的 我能够那么好的帮忙下标了 就是下tag 可是如果insight是一个大家可以共笔 可以讨论 甚至你可以有more than one insight 的话 对 那我觉得这个大家就觉得比较开放 它没有一定要收敛到 好像一个ground source of truth 而是说我每次贡献 我都可以让它的insight更更 refine一点 或者更好一点 或者更多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的call to action 比较会成功 对 它就有点像是说 如果我今天只是一个 我就是 不是对这方面非常了解的人 那我就一分钟我想要知道 这个法案到底重要性在哪里 那我就可以有点条例式的 就可以知道说 OK 原来这个法案的意义在 在于这些地方 这样子 对那 对啊 是我完全同意啊 所以这个就很像是 议员投票指南 我想见面 甚至你可以完全 完全抄议员投票指南 对 了解 它见面 我贴在zoom跟slack上面 这见面就是长这样 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 这个网址本身要是容易分享的 或者是它分享的时候 是要有意义的 嗯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分享这个法案的时候 然后那个seo 包括它的那个 嗯 图 以及它的一些 一些短短的叙述 就是要从 因为你们现在没有做预渲染嘛 对不对 我们其实是 我们是serverside rendering 哦是吗 可是我如果 我们是serverside rendering 哦好 所以我曾经甚至还想过就是 呃 我可以就是 因为其实我们每一张议员的照片 对 我们有每一张议员的照片 所以呢 其实当今天 我甚至还想过说 因为我们是serverside rendering 的关系 我们可以在serverside 直接 render一张照片 然后那张照片就是真的 就是譬如说你今天 share这个 这个法案 然后这个法案是这个议员 然后我就真的 render成一个 就是专门 for这个法案的一张图 这样子 是吗 可是我现在贴 呃我去你们的斜线 member 斜线UUID 我如果是用文字列的浏览器 curl 或wg 看的话 w3m看的话 我没有看到payload 我没有看到东西 真的吗 它看起来非常像single page application 呃 我没有看到预渲染 我看 应该是有 我用的 嗯 就成成然我有看到 就是你有一个payload 有一个好的payload 那个没有问题 可是 就是 我只看到你把所有的结构化 资料都放在window.nuxt 里面 对 因为我们就直接 我们是用nuxt 但是它并没有渲染成 html 所以不管是seo 或者是 facebook share 其实它不会用这个资料 诶 可是seo现在是有东西的 就是如果你是 嗯 譬如说我现在贴一个 我只看到title而已 他好像只有 只有 好比我刚刚贴的那个是 Dance Sullivan Senator for Alaska 对 对 那他就是只有 我记得法语应该也要有 他seo 指到description的这个level 哦 对对对 对 就到description 你说这个description 就是说这个议员的description 对 那但是我如果是seo 就是它会有一个网页预览的话 那你就要等google慢慢跑到这一页 然后慢慢跑javascript 然后慢慢找到吗 你并没有整理一个 好像 嗯 就是 容易预览的一张卡 给twitter 或给google 现在好像还没有做很好 有 有吧 等我一下哦 我记得 我记得有 而且我记得 我先确定一下目前做到什么程度 好好好 等一下 我来 我来贴看看 好 我看到你在 对对对 你其实在slag上面贴的那个 就是我们现在 等等等等 我没有在slag上面啊 好 没有 被边缘了 不要紧张 对对对 OK 为什么要叛击我 没有啦 就是 没有香菇你看过啦 我现在贴给你 哦我看过了吗 对啊 我现在贴给你 你就看到这个啊 就是他会有title 他会有description 比如说我现在贴了一个bill 然后他 就是会有这些bill的一些 相关的资讯 比如说你看到sponsor 然后现在的状态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description 这样子 对那我再讲的是 其实你现在看到那个预览图是 呃 只是我刚好 因为我也偷懒 就是我们没有 特别 for这个bill 有一个不同的图 所以我们现在都用 都用这个而已 啊哈啊哈 对对 我在讲的是说 你们的预渲染 基本上 以seo角度来看 就是把title 跟description有画出来 就是到这里而已嘛 就是说 对对 他的关联性内容 好比像说这个bill 有哪些member 或者这个member 有哪些bill 是不在预渲染的范围里的 对 我只是要确定这一点 对 对 对 那但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对他的可可及性 就是他会被找到的几率来讲 是相对比较不利的 就是说通常这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说你渲染出 你把那个windows next 变形成那个jsonld 然后用google的那个结构化资料预览器 让他知道说这里面有哪些结构化资料 像蒙点就是这样做的 嗯 等一下 jsonld 对 这个我不太知道是什么东西 哈 对 对没有关系啊 就是他 就是google developer里面 有一个叫做introduction to structure data 就是你把你把机器想成一种一种示障者 好了 那你要怎么样去把你的那个json结构 变形成google可以看得懂的关联式资料 这是比较费工 可是SEO上面是比较有利的 好 那不然的话也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就直接把就是你觉得最重要的 好比方说这个build的关联member或者是之类的 你就把它也画进html里就好 就变成是一个渲染过的html OK 就是你如果把jsonld关掉 那你至少还是看到一点点东西 OK 这样子 那但是在这两个都需要开发成本 所以我不是说要马上做 但是通常就是 嗯如果你有开发时间的话 至少把那个配图先做好 嗯 然后有配图之后 关联的连结也许也是可以做的 就是说这个build连到哪些member 这个member连到哪些build 这个看你要用结构化资料 还是要用预渲染一堆那个anchor 就一堆html的alink 那这两个有了 你的网站的内部连结结构 从搜寻情的角度来看 就比较 比较清善 然后也比较容易说 别人在做全文检索的时候 很容易找到你这一页 嗯 或者是找这个senator的全名的话 不然你这一页基本上是不太会出现 嗯 对 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你很有钱 可以一直买关键字广告 我们都不用做这些 但是我们现在是在讨论没有关键字广告的情况下 要做什么 OK 我们之前好像没有真的很认真的讨论 SEO的部分 对 对 对 那你也可以完全忘记SEO 那这样至少要配一张很有说服力的图 那这样你就完全靠社群媒体来分享 这也是一招 我不是说一定要做 嗯 对 那但无论如何就是你要变成一个话题的话 至少大家在分享的时候 嗯 不要有一种千篇一律的感觉 那那蒙点当然做这个是做到有一点走火入魔啦 就是它会变成像橘牌小人一样嘛 你随便打什么字 它就帮你画一张图出来 我没有说要走到这个地步啦 但是这不同面图要有不同的图 嗯 所以它 哦 所以蒙点是它真的是完全就是会Render一张 一张图啊 一张图啊 对啊 事实上蒙点是 为什么SEO这么好 就是因为小编找不到图的时候 都会直接用蒙点 直接用Generate出来的图来做 对对 因为我们有把就是 自由的字型 就像思源啊什么这些字型 全部都放在上面嘛 所以好比上说 你现在要在Facebook上要有一张图 那 你就可以直接蒙点 蒙edict.tw 然后写线 什么美国国会观测站 那这样子 你只要在你的Facebook贴了这一小段 你就可以瞬间取得一张可以分享用的缩图 嗯嗯 对 这当然亲和力就非常好 而且你还改成凯树 送题什么之类的 哇 这好强哦 谢谢谢谢 你真的在URL里面后面打什么东西 然后 对啊 你打什么他画什么 对 那这样子从小编的角度来看 他当然愿意帮你分享 因为这个有助他的扩散力 嗯 对 我没有说要做到这个程度 因为像当时我下关键字广告 是对蒙点里面16万个词都下了关键字广告 哇 然后 等于是整个中文都被我下广告 所以我就会很opportunistic 因为我也没有 就是砸太多钱 所以就是任何词他现在变 变潮了 别人又没有再下广告的时候 就会被我用0.01元买到 所以像当时有一个猫熊叫做那个 然后就是原载就变成蒙点的关键字广告 然后他一样就到台语的蒙点 就有一些技巧了 对 那那同样就是说 因为你们之后会有UGC的部分 会有使用者帮忙下中文的Tag 或英文的Tag 那我会建议说这些东西至少要放在搜寻情看得到的地方 不是说要下关键字广告 但是至少他有机的搜寻的时候 比较容易找到你 这样 哦 哦 好 那这个是可发现的部分 那搜寻情你们是打算自己写吗 串个什么 elastic search 什么之类的 嗯 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想法 不过那个确实是目前的solution one 应该是这样 OK 蒙点是直接放弃 直接用Google site search 因为我们全部都预先染了 所以 就我直接用Google站内搜寻 就解决了 OK 对 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一开始应该也还不会做到那个地步 因为那个东西是变成是你要全文搜寻的 那我们现在首先 我们现在最笨的做法 也是最快的做法 就只是用db的query 因为db里面已经有很多东西 title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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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得再加一个像elastic search这种东西 对 对 好啊 所以像蒙点 对 你说你都已经预渲染成HTML档了对不对 对 所以你用curl什么抓 你都会有一个 就很漂亮的 完整的HTML档 预渲染的 是啊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一个的法案这样子 是啊 那你们 如果是内容的update的话 你们也是就是譬如说每天就是 一个这样 或者Cloudflare清一下快去 这样就好 嗯 就我是直接等于用web这一层做了 我没有上面再跌东西 所以所以你web就是直接 就是 你就直接写HTML 你没有再用一些frontend的 不是 不是 我有我用react 因为当年 okok 那但是 因为我有一个叫react server 所以我就在server跑 那server跑的话 他收到了任何 好比像说一张图 他就是去渲染那张图 所以好比像说 你到蒙点 然后好比像说 观测 那他本身就是一个request 这个request他就会在server段画出来 那 那如果你把观测后面加点png 那是另外一个endpoint 他就是这样画这个的那张图 那这个fason他又是另外一个endpoint 但是我前端跟后端用的是同一套react component 所以我就是简单就是用 你如果到蒙点看server.js的话 就可以看到我的做法 就是蒙点的那一个资料库 等一下我贴一下我连接给你 他就是在伺服器端跑一次react 然后 呃 他跟前端就是保证看起来一样 这样 那 所以他是在server side跑的react 然后他也是 对 然后他跑出来的结果就是那个html 就是到时候在 就直接 对啊直接直接传回去嘛 那 对那 但是当然如果你在前端 呃 点蒙点的呃 就是自跟自之间的连接等等的话 那当然我是用前端渲染 因为我没有必要让使用者觉得画面闪下 对 嗯 所以其实这两个是完全完全相同的 嗯嗯嗯 对那所以就说他用的react的架构 其实就是最普通的react他 我也没有用什么别的东西 嗯嗯嗯 对那所以我不是说 呃 一定要这样子做 但是这样子做在seo上面 以及在 呃 我就可以直接用google做搜寻名情上面 是 是有一些好处 嗯 哦 我把那个 刚刚喘的 这是蒙点的那个 对 对 那那其实nuxt是有nuxt generate 那蒙点那时候 没有用这一种是因为我要跑16万个html档 我是找自己麻烦 但是但是你们没有16万个啊 所以所以所以你们也可以考虑用静态预渲染 那就更容易 嗯 哦所以所以蒙点的的的的预渲染 都是动态的 OK 嗯 其实也很快了 我觉得速度很快 因为我我中间有一层cdn啊 有 cloudflare 所以我只要我只要不去清 cloudflare的快取 第二次之后都是从plp出啊 哦 OK 所以你的cdn是用cloudflare的 对我是用cloudflare 对 所以真的对啊 考虑一下用nuxt generate 我觉得会上很多理解 哇 嗯 好 那接下来就是呃 刚刚UGC 我们讲 讲维基百科当然是一个可能性嘛 不过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说 可能你们要分流分成 因为维基百科也是有 呃你只是改一个措字的那种使用者 或者你就是加一个链接的那种使用者 跟你就是每天不改个文章睡不着的那种使用者 对 那 对那我现在不知道你们现在是 志工们都觉得说目前的编辑界面很OK 还是你们也会需要 都觉得不OK 对 你会需要先帮重度使用者弄一个 对 现在我们 他们他们其实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真的是内容翻译的话 就是直接跑google translate API 弦 所以他们的翻译通常就是帮忙翻译那个 Summary 他们就是在AirTable里面就是一个栏位 然后就在那边翻译 那他觉得不OK 是因为 那他觉得不OK是因为 他觉得不OK是因为试算表不好用 嗯 应该是说 可以像你讲 就是 就是 也不是说不OK啦 就是志工来讲 应该他们是够用 但是 就是说我们希望 如果是希望 每一个人都能参与的话 对 势必要做到网站上 对 嗯 嗯 对 我会 我会建议你网站上的 可输入点 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in place 就是他 嗯 他在那边直接盖 嗯 像投票指南就是这样做的 嗯 投票指南 对 他有 就是我刚刚讲的法案中整的那边 法案中整 嗯 倡议过或者是共同提案中的答案 那他有一个code to action 叫做这标怎么下的点我来改进吗 这标点怎么下我 可是我点一下之后他就帮我跑到另外一页 然后 他就是黄色标签区嘛 对不对 有看到吗 目前最高票的标签 标签 此案的议员都被标注 我还是我直接贴那个 我们现在应该在同一页 我们 我应该看到同一页 就是他在右边有一区 是说一句话总结这个提案 对 然后五个人 然后你要先登录才行 对 对对对对 但我说in place的意思是说 他的这个渲染跟前端看起来是一样的 就他等于好像是一个可编辑网页的那种感觉 嗯 我的意思说你不需要特别弄一个后台界面 我们那时候做维基百科可视化编辑器的想法就是这样 对 就他看起来就好像这个网页你按一下就进入一个 对对对 可以改的版本 对对对 那版并没有任何差别 对 我是想说 所以并不是把整个后台的资料倒进像HackMT给他 而是你直接在前台把他的可编辑区标定出来 然后标定出来之后让他专门改那一两个可编辑区 嗯 那这个你在UI上也比较好使 你就是你不管用content editable 还是用把它转成一个input 这都是就比较简单的互动 嗯 但是这样的话就变成是说你前端的界面 你说in place的那个editing 那等于是你还是要自己做这个部分 就我们就那我们用 那不就是一个text area或者一个input 我就是说这两端嘛 一端是说你全部都开放给非常heavy user的志工 他就是要能够编辑全部 那那个也许也许用media wiki会用什么别的 嗯 对那但是另外一个是我刚刚说他只有十分钟 或他只有一分钟 那这样的话你要你要他就是把整个架构装在哪里 其实是很大的负担嘛 那所以就是 我想问一下 如果投票只能这个 就好了 对请说 嗯 投票只能这个 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登录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编辑的话 他就直接commit了吗 他会后面会有一个review的程序还是怎么样 还是说我现在加入标签之后他就 马上就到products 他是一个crowdsource 就如果你加标签不ok 他是靠别人把它download I see ok 嗯 嗯 所以任何change都是直接到 就是就直接进去 对当然你可以有一些threshold 就好像一定要有 像之前开放截图的编辑或 那个鄉民OCR 都是至少要三个人看过 中间至少有两个人都是同意 才才会出去 嗯 对那看过的话就是 自己的后面的管理者看过这样子 你也可以中包啊 你的看过也可以中包啊 嗯 你要在哪里让别人看到这个地方 嗯 像之前蒙点的做法是我们在右上角会放一个灼木鸟 然后放的时候他就是说来纠错 或什么之类 然后那边就是一个专门让人 不断的review 这有点像 slash.最早的那个moderation的界面 就是如果你是个moderator 你有一个界面专门去看最近大家的更动是什么 嗯 然后你自己说这是不好的不好的 嗯 ok了解 嗯 嗯 有有有有 我可以可以 可以 欸对啊我先没有把登录你投票指南 对 现在没有把我登录 因为不是选机了 所以 嗯 但是 对但是其实我们可以 嗯 其实如果你找slash.moderation 它虽然是很很古老 但是仍然是一个 你用slash dot 的moderation 喔 对它仍然是一个标杆嘛 就是你可以 它有一个概念叫做meta moderator 嗯 就是说它会乱述的抽出一些使用者 当做有点像陪审团 嗯 然后它会看其他人对文章跟留言的下标 然后看这个下标公布公寓 那 那slash.moder大概也就只有几个下标 就是它是 insightful funny 或什么之类的 对 那但是就是说 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子做 只是说当你的使用者够多的时候 你可以有jewellery system 那当然你一开始一定是 就是你的管理员作为后台 嗯嗯 那你可以把meta moderator的这个可能性也放进去 大概是 很酷喔 好 这部分大概就这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两个界面 一个给casual user preferently用手机就可以用 preferently它的互动 非常简单 就是按一下编辑下一个标 按一下编辑下一个 就这样 对 嗯 对那第二个就是给你的heavy user 比较生活愉快一点 那这个就看 你要用MediaWiki还是用 其实很多人用Google Doc 或Google Spreadsheet 像之前那个 Hacktable 就是用Google当后段 那也很成立 嗯 就直接一个Google Spreadsheet 吗 然后它就是有栏位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直接在那 Hacktable我记得是 是用Google Doc 不是Google Spreadsheet Google Doc 对 它有一个Google Doc的parser 嗯 了解 对 它叫做协作比较表格嘛 好比像说高雄市长的政见 嗯 它就有一个协作比较表格 这个你们还没看过 那 对哦 我就传给Zoom跟Slack 这就是我们 呃 几位主要候选人的政见 哦 Hacktable 对 然后你如果按编辑 你会看到 它是 在Google Doc里面 用内签表格的方法 来一边 对那这个后端的好处是 大家用Google Doc 比用Spresh要来的直观 然后Google Doc上面 呃 在讨论串的功能也比较好 诶 Google Doc可以做成这样子诶 强大吧 好 太恐怖了 然后这些东西就直接 喂到前面 你刚刚看到那个hack 对 可是 可是这个parser的话 就是变成是要 format binding的 如果我今天乱改这些 我把 格式全部弄乱 那就ban掉它 因为Google Doc的versioning 做得很好 我明白 OK 哦 对有versioning 那就也还好 对啊 但是你比较难看懂啊 那Google Doc 至少你要用Google帐号登录啊 嗯 所以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 因为我刚刚说 你们用全套的 不是你一定要去用visual editor 我 没有一定要推荐我写的 像Google Doc也很好 那你如果用Google Doc 的话你就要约定一个半解构化方法 那我觉得你用hacktable的后端改会比较快 OK 那可是 一个问题 比如说像这样子 一个Google Doc 配上 你那个hack hack 那个是hackmd吗 还是hacktable hacktable hacktable 的一个endpoint 它这个东西有办法自动化吗 就是我们直接在server side create 这样做 当然可以啊 我那个zoom的时间快到了 我可能我要重新开一个那个conversation 好 等我一秒钟 好 好 所以我们刚刚是谈到API Hacktable 应该是用export嘛 那我们 你现在想问的是import嘛 就是说能不能从你的结构化资料伸出一张Google Doc来 好 所以我们刚刚是谈到API 就是说能不能从你的结构化资料伸出一张Google Doc来 我觉得 嗯 你可以再说一次你刚刚讲的吗 hacktable hacktable是读取端嘛 就是你有一个Google Doc 它升Json 它从Json去画 这个是非常容易 而且人家已经写好了 这是你们现在这样子的做法吗 就是你们从Google Doc 你们会伸出一个Json 对 那那个passer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从Google Doc 应该就是用Google 现成的叫做outputJson的API outputJson的API OK 对 然后再去 所以它是任何的Google Doc 你只要call这个API 对 它就会一把output成一个Json format 是的 哦 然后你就直接约定成熟 看你是要去怎么去 你的hacktable是怎么去读取端 对就是你要赋予它结构化的意义 对 那你那个hacktable 你还是要有个地方去 你刚刚说约定成熟 就是赋予它意义 你那个地方在hacktable做 那hacktable那边是要怎么做 就是 你现在是在讲parser成还是在讲 我现在讲的应该是parser 就是 没有parser 那 Google Doc 变成Json这个部分OK 因为它就这样 对 最现成的 那你拿到这个Json之后 你不要怎么在hacktable那边 render成 你刚刚看到那个样子 这个是就是hacktable它里面自己就有这样子的功能吗 是啊 是啊 OK 了解 那这样其实 那这样其实好像 好像可以耶 那 同理 如果我有Json 就是 我Google Doc的Json 我也可以直接用这个Json当成一个是我的template 然后我就再create另外一个Google Doc 对啊 Exactly 就是你也可以再去 再去 render 等于是说 你不一定要用它的parser 对 了解 这样子的话 等于是我们就可以直接在server side 就是按照去读DB里面的法案的资料 就create 这样子的Google Doc 每一个法案都有一个Google Doc 然后 对 这个是通常 就是 这其实是结合你本来要做hackmd 就是让大家有一整张的感觉 但是又有一定程度的结构化 你不需要教每个人的markdown 因为 大家看到里面前一张表 就知道它是结构化的 它等于是同时照顾到这两个 所以我觉得 heavy user的话 他 也 我觉得这个 这个就会是wiki的alternative 就是说 对啊对啊 它等于是wiki 所以我才说我没有一定要推荐wiki 了解 对 因为我觉得给一般的 就是 比较casual的使用者 他们还是在网站上直接inline的编辑就可以了 但是 当然 对 我觉得这个 这个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而且其实我觉得hacktable 它的界面也非常的好看 就是 很presentable 然后你就直接像你看到这个高雄市场政见比较表 然后你左边就有 各种不同的政策这样子 对啊 对 对 OK 我就可以想像说 譬如说今天这是一个法案好了 对 那法案就有不同的session 就是 包括它的insign 它的什么什么什么 都在这里 对 OK 对 那最后就是说你们现有的资料要怎么倒进google doc 我刚刚看了一下最简单的方法可能是用google drive的API 然后你生一个你先render出一个open document text或者word或者HTML都可以HTML可能对你最简单 嗯 然后再用manage upload的这个API把它倒进就是google doc里面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每一个法案 只要能够呃 就是等于现在Airtable里有的东西啦 你就都产生一个HTML或word doc 那里面当然就有表格嘛 就是shuntable出来就好了 嗯 然后那你就把它倒进google doc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它就是在google doc编辑等于你只要import一次 对 你说一开始的google drive的API是 它有它有一个upload的一个API嘛 嗯我知道 我刚贴给你的 嗯 对那它的upload是档案upload 它不是jsonupload 所以你不能给它json 你一定要给它一个你已经画好的像是一张文件的东西 嗯 那最简单可能就是HTML 因为反正你们无论如何也得画HTML 嗯 对 比如如果我们今天有做那个nux generate的话 对 那你把HTML可能配一个不同的版型 就是说结构化资料你一定要出一个table嘛 就是table tag 嗯 那你做完之后你丢到google doc 那然后你可以roundtrip 就是从google doc透过hacktable 又拿成结构化资料而且你可以画成table 那你一旦这个roundtrip做好的话 那基本上使用者就算你未来有别的编辑界面 你只要把它的那个编辑界面 跟你在google doc上面这个共笔的界面 约定一个就是同步时间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随时把最新版的法案 最新版内容或什么 先烧成HTML再丢到google doc 然后从你丢到google doc 开始google doc就會变成主要的编辑界面 大概是这样 嗯嗯嗯 所以现在hacktable还是beta的状态是不是 不是 只是只是G0V很喜欢用beta 像hackfolder也是在beta 所以它如果没有beta的话 它其实还是可以 它跟这个都没有关系 beta只是一种 跟wireweb一样 如果它想成www 是一样的道理 哦 beta就是它有 就是一个 对 它就是 它就是 它的占名的一部分 对 这个应该是跟beta.hackfolder之近 哦 了解 那哪里可以看到 那个hacktable它的一些API 啊什么 documentation 它应该就是直接在github上吧 就G0V 呃 hacktable 我没有记错的话 主要写的人好像就是mr.org 反正大家都在那个slide上 就 问一声就好 好 好 ok 没有问题 对 因为我看到 我现在看到首页 首页好像没有东西 你说hacktable的首页 Hacktable.org 哦 对啊 当然没有东西 它就是 对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hello world 这样子 对它是 它是一个很很古老的 专案 它其实已经 呃 就是 嗯 freeze很久了 就是说这个beta真的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嗯 你如果要扣扣的话 应该就在github上 诶 你说你 你说的 你说你做的那个 media wiki的visual editor 在哪一个啊 我参与的啦 不是我做的 它就是现在维基的visual editor 哦 就是维基百科本身嘛 I see 对那它它有一个首页 在这里 这样应该差不多 嗯 嗯 那其实hack table也是 就是一套思路而已 嗯 如果你觉得 你最后的结构跟hack table差太多 反正你现在知道 你可以 就是到jason出来 input hml进去 对 大家发达成 所以 ok哦 ok哦 好 好像 这样子好像差不多 对 对 好 那 如果我们有什么进度的话 可以再 我们随时在slack上找我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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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应该没有什么 国家机密吧 应该录影可以想 ok 好 那就先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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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